好,非常感谢 OK,那我们就很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在接下来45分钟里面 不管我讲什么 大概都是由各位的手机所决定的 如果扫到这个QR Code的话 就麻烦扫一下QR Code 如果扫不到的话 麻烦到slido.com 也就是slido.com 然后输入01026 请好不用输入 那不管是扫这个QR Code 或者是用slido.com 然后输入01026 各位大概现在都已经到了一个匿名的聊天室 那这个人是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说就是刚刚讲到 就是说你匿名 就是po一个问题的时候 不用担心就是被重新识别 因为第一个是匿名 而且大家都在滑手机 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有已经进来的人 可以先confirm一下 就真的是匿名提问 对,果然 好,比较说 就一位匿名的朋友问说 数位转型是不是会相对弱化人与人之间 他这样子相处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 非常好的问题 keep it coming 然后你看到别人问的问题 是第二个特色 就是你也可以按赞 按赞数量如果多的话 就会跑到上面 因为45分钟演讲嘛 当然中间是不休息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忍不住想要 就是拿出手机 要滑一下手机 找个什么东西按赞 不然手会发抖 这个我们都了解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 就是有点像征收了各位的手机一样 然后各位有一种想要按赞的冲动的时候 就可以就是去把别人的问题按赞 这样子 那所以就包含说 这个有些临时动议 好比方说有一个朋友说 这个讲话好快 这个笑脸笑脸这样 对就是这样子 没有错 那如果觉得讲得太快的话 相信今天是有这个YouTube直播的 所以就直播之后 它是可以放0.75倍 甚至你如果喜欢到0.25倍播放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并没有要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讲慢一点 好 那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会尽可能在45分钟里面 回来到全部的问题 那但是如果问题太多来不及的话 那就先说抱歉 不过每一个问题我都会看过 那然后有一些不是问题 然后比方说我声音好好听等等的 我就会念出来 然后就把它削掉 像这样子 对啊 OK 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大家OK的话 好 目前有13位朋友 有16位朋友问说 请问彩虹口罩要在哪里买 就是Glite You Ask 很高兴有人问这个问题 那它是在一个叫做酷盖的网站 酷是很酷的酷盖 是盖子的盖 queer guide 这样子的一个网站 可以购买 包含彩虹的口罩套等等 都是这个月月底的 那个就是大游行的一个相关的周边产品 好 那有11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现在都在说数位转型 但是数位转型的定义 到底是什么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常常是用一个讲法 就是说数位是人跟人之间的连接 ICT是机器跟机器之间的连接 那这个就是一下子 就是把我们传统所谓的资通讯 那个是比较底层的 没有资通讯 当然你就不可能去做数位转型 但是数位转型并不是只是 把ICT的东西把它连上去而已 那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说分成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digitalization 就是说去把本来是面对面的 纸本的等等这些流程 加以数位化 那第二部分就是optimization 就是说当你把它数位化了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在工作里面 其实本来有一些比较容易的部分 重复登打的部分等等 那这些透过植物流程再设计 或者说体验改造等等的方式 去把它优化 那这部分都还没有脱离 就是传统上面我们叫做 office automation的这个范畴 就是自动化的范畴 那在第三步呢 也有一些朋友认为 这个才叫做为转型的呢 是所谓digital innovation 就是数位的创新 因为当你把就是资料 这样子搜集起来之后 其实绝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传统上面在做 office automation的时候 它就有所谓etl流程嘛 你把资料取出 取出之后经过转换 转换之后楼到一个database里面 所有的资料都是分门别类的 按照它本来所想象的 那个目的所应用 但是现在呢就不是这样子的 现在是一个资料的池塘 一个data lake 就是说当你取得资料的时候 你直接先漏起来 漏起来之后呢 之后说不定就有很多 目的之外的可能的应用会出现 所以说像以前是有 大不列列百科全书 在编辑的时候 都是先去写稿 写稿之后编辑 编辑之后发行嘛 那但是数位转型的创新部分 就有点像是维基百科一样 就你无论如何先发行 那发行之后呢 大概都是错的 那就会很多这个专业的五楼啊 专家跑过来说你是错的 那你就说哎好啊 那我们开门造局啊 你行你来啊 那所以他们只要按一个编辑 那就会去进行这个 这个已经先发行 但是错的东西的编辑 然后慢慢的 也就做出一个蛮不错的 工创的成品来 那这一件事情都是建立在 前面的就是它的程序已经优化 你一个编辑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以及它底层的就是这个 已经是数位化 而不是要用纸本 纸本当然是没有共同编辑这种事情的 所以就从digitalization optimization到innovation 那是我们目前至少 我自己在工部门里面 推动数位化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数位转型是不是会相对 弱化人员之间相处 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啊 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大概这个要分成两个角度 来看哦 一个是说 如果你把大部分的事情 在自动化这个阶段 就是冗的部分 就是你要面对机器 觉得自己好像工具人 的那个部分 都已经交给机器做了 那事实上你是多了 跟别人相处的时间 所以其实应该是 强化人跟人之间相处 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才对 但是呢 这个也要看你这个innovation 就是在创新的时候 你是因为多出了一些时间 就更多的时候 去跟厉害关系人 你本来不认识的人 能够一起沟通创作呢 还是你多出来的这段时间呢 其实是并没有这样子去使用 那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好比想说 我自己的办公室 是长这样子的 它是原来陆三代99号 就是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那本来是空军总部嘛 围墙是非常高的 那后来我们就是 就是砌毁了红砖 这个拆掉了水泥墙 那所以就是变成一个 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任何人只要一进来 就会觉得很有创意 因为这边的公共艺术 是写汉儿所创作 就是他们看到的世界 就是一个非常 就是topologically inspiring 就是在拓谱上面 让人非常有创意的 这样子一个世界 那任何人都可以来这边找我 那我的时间向任何人开放 每个礼拜三从早上到晚上 任何人都可以来这边 然后就get inspired 好比像说之前就有一位 这个海盗党的市长 Zenik Hib 是那个布拉格的市长 他就带着他的小内阁来 然后一看到这个 写汉儿的公共艺术 他们就灵感就冒了出来 然后就爬上了这个攀爬架 这个并不是设计来攀爬的 我们从来没有测过他的沉重 还好没有人摔下来 不然就外交事件 但是就是说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 当你对不特定人开放 他们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场地 就会找出各种各样 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应用 好比像就有一些朋友们 就带着这些 很像外星人的三轮车过来 然后说这个是自驾车 但是要怎么做 我们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融入这个社会 那么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 那我们就在这边 直接去探讨说 当你在数位化 digitalization的过程里面 要怎么创新 innovation 怎么互相治理 governance 以及怎么做inclusion 就是把本来不知道 可以怎么样使用这样子的朋友 都能够含融进来 然后所以 后来就慢慢做成 有两个眼睛 能够看懂人的表情 等等的这种 既可以代步又可以载货 等等的这些三轮车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 我想它会不会让人跟人之间 相处的时间变得更多 完全是看你多出来的这个时间 怎么用 那如果是 跟大家一起讨论 一起解决问题 这个能力就会增加 那如果你多出来的时间 完全是向内的 那当然就是 比较不会增加 这样子的能力 这一切还是看 就我们怎么样用 多出来的这个时间 有事情的朋友们想要问说 女性如何利用数位转型 机会平衡工作与家庭 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在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蔡玉玲政务委员 然后当时就是她才入阁 好像不到半年 就碰到我们占领立法院 那不过因为她看了 这个占领立法院的这个活动 觉得说 这个大受启发 发现说 这个50万人在接上 更多人在线上 竟然还可以凝聚出 四大诉求 缺一不可 而且最后还诉求被接受了 所以她就想说 之后很多事情 也许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 来讨论 所以在2014的年底 我就变成她的reverse mentor 就是她的专业顾问 那她的专业顾问 她当时给我的第一个题目 就是要处理远距劳动的 这个工作的题目 因为在劳动部里面 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保护女性的这个法规 她当时立法的时候 都是有非常充足的 良善的意义的 好比想说 晚上十点之后不能够通勤 但是如果你是在家里上班的话 晚上十点之后 说不定才刚好有空 所以在当时就是必须要 好像是有种 卫造出行记录那种方式 去绕过一个 其实明明在远距工作的情况 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子一种过时的法规 所以在当时我们就是透过 当时叫做V台湾 这样一个计划 去确保说 没有组成工会 因为远距劳动者工会 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每一个还是在 各自的职业工会里面 或者是说那些要开新公司 但是跑去开曼寻导登记 而不是在台湾这边登记的这些 当然也没有一个 开曼寻导新创总会 当然没有这种东西 那所以这些个别的 不管是小企业主 或者是远距劳动者等等 他们都说现有的这种 好像是以比较工厂生产 这样子为基础的这个劳机法 确实是在就是 如果你要兼顾工作跟家庭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是比较过时的 应该要调试的 但是我们又不希望说 一味的松绑之后 它变成一个好像变相博学 等等这个借口 所以我们就确保说 每一个人就是 好比像说做媒体工作的 或者是说像我们写程式的 或者是说其他在这个外面工作 还比方说外送啊 开这个游览车啊等等 各种不同情况的朋友们 都可以去确保说 他们把第一手的经验分享出来 然后凝聚这些不同的经验里面 共同的价值 然后后来就帮助劳动部 做了一个桥接的一个函式 去把劳机法里面 所有这些面对面的 这些工作的太阳 都桥接到远距工作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是在出了准些这个机会里面 我们说网路取代马路 在一开始推的时候 确实是并不容易 但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我们知道说 本来见面三分请 但是戴了口罩剩两分请 还不如这个视讯的部分 又可以有2.5分请 如果5G VR的话 又回到三分请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 网路取代马路在去年以前 确实是我们推的比较缓慢 但今年的时候 推下真的是比较容易 所以我是觉得在未来 就是很需要类似 像VT1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每次你看到 有任何一个法规命令 好像挡着你的路的时候 就及早让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去调试 这个刚好接到下一个问题 社会朋友们想问说 政府里面有很多 很难沟通的人 要如何说服他们 数位转型 以及落实 数位转型 大概简单来讲 就是你没有把改变一个人 他的 就是脑里面 对什么东西的成见 你只能改变 他对这件事情的感受 那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像刚刚的那样子 一个就是有一个 很漂亮的 你看到了 就会想爬到攀爬架上面的 每个礼拜三一起吃点好吃的东西的 然后甚至是我在巡回全台湾的时候 像这边是巡回到 这应该是花莲 或者是到内地 也就是南投 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方 去让大家看到说 在这个不同的偏乡 各种不同的原住民族的地区 生产原住民族的这个翻译员等等 有哪些不同的文化 然后呢就去让各部会 这个是12个部会 有跟社会创新相关的 都在我们si.taiwan.gov.tw 就是我们的社会创新平台上面 我就会定期的去巡回 然后呢这12个部会 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 是可以跟着我到处去巡回 不过大部分 其实都是待在 不管是台北啊 或者是台中 桃园高雄 等等的这些地方 那透过这种连线设备的方法 我去这些偏乡去走访 然后听到他们实际 第一线的状况的时候呢 这些朋友呢 就是用这种叫做 work out loud的这种方式 就是在此之前呢 每一个部会 可能都是文来文往嘛 就是内政部说 这个要会卫福部 要会财政部 会交通部 每次会一个文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 变成两页A4 或者一页A4 那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国家的频宽嘛 就受到这个线缩 线缩之后呢 被会的这个部会 它看起来好像解决了问题 但是说不定是 那个实际的现场 造成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透过 比较高频宽的 及时的这样子互相确认 彼此的感受的方式 一方面是大家就发现说 这些公务人员并不是 真的想要挡他路 他只是本来接受到 那个频宽比较不足而已 那二方面是说 他们其实也有所专业 那所以说 与其是说内政部说 这个要会卫福部 卫福部就坐在他旁边 那不如他们就交道接耳 这个稍微讨论一下 瞬间当场就解决了很多 可能是十年以来 都没有解决一些 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有更多这样子的 好的经验的话 那大家就会更愿意说 那我们就把更多的 社会创新分享出来 所以数位转型跟落实 它是一个方式 但是它并不是 本身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去 让大家看到说 专业的文官是很愿意 相信大家 一些帮大家解决问题 那增加互信 这个才是目的 那数位转型 只是在增加互信 这个过程里面 让大家能够节省力气 能够降低风险 然后能够就是 更多一点时间 跟家人相处吧 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落实 尤其对于常任文官来讲 这个才是真的 所以我们不会去把 降低风险 以及就是节省时间 增加互信 这三个 去彼此之间去做交易 我们去做任何一个 数位转型的时候 一定都是怕乐图改善 就是说这三个 都不牺牲 然后在这三个的某一个方面 去做的稍微要好一点 那这样子的情况 有点像滴水穿石一样 慢慢大家就习惯 这个数位转型型的 运作的方法 社会朋友们问说 很多企业都在说 要数位转型 不知道我觉得 目前哪一家企业 做得最好 为什么 那 对 那就是在 这个国泰清空的场子 我如果要 说别的企业的话 似乎辜负观众要求 但是不过 说真的 就是说 从我的角度来看 数位转型是整个产业 一起发生的一件事情 当一家在产业链里面 不管你是服务业 或者是制造业 进行数位转型的时候 你势必是带着你的上游 你的下游 你的顾客等等 一起去建立一个新的习惯 如果你自己做了数位转型 但是你的客户也好 或者你的上下游也好 还是很坚持的 必须要用纸本 必须要面对面等等 是没有这件事情的 也就是说 他不是自己照顾的好 自己就好 而是说他要养成所有人 其他的 跟你有相关的这些朋友们 他有一个新的运作 一种习惯 而在这里面 做得最好的 我觉得 以各部会来讲 就是我要讲一个 就是跟其他部会 都没有静和关系的部会 我觉得故宫做得相当的好 那故宫博物院 对 故宫博物院 这个完全的人出无害 他是我们内阁的成员 这个也是全世界 唯一的一个例子 就是博物馆是内阁的成员 可能因为他代表清朝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 事实上真的是在 就是说 故宫博物院当时 就是我们在帮助他 做数位转型的时候 当时就是跟当时的院长 他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 就是说 他认为说 故宫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user friendly 我们无觅查院长 然后呢 当时呢 因为我们在每个部会 都有开放政府联络人 他就call他 开放政府联络人 问说 那可不可以找一个时间 要跟唐凤聊一下 然后唐凤就出现了 就是一个机器人 就是因为他们手上有iPad 他随便夹在椅背上面 就可以召唤唐凤 这个是各国的外交人员 现在都知道的事情 就是你随便要办什么 这个联合国或联合国周边的 这种研讨会 你只要找一个椅子 它最好可以旋转 上面夹一个iPad 然后按一个键 我就会出现在现场 那所以这个 吴明察院长就觉得很高兴 他认为故宫就是需要 这样子的创新 然后他就洋洋洒洒 列了一大堆 需要数位转型解决的议题 那但是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 就是它列出来 我们立刻就可以解决 我们是去找这个痛点 那我们当时就找到一个 很有意思的题目 就是说 假日人潮众多排队购票 很花费时间 其实他们之前 并不是没有试过做电子化 不管是电子购票 或者是QR Code 感应试等等 他们都试过 但是他们就发现说 经常去故宫的这些朋友们 可能有一些年纪的长者 他们怎么样 都是用纸本的方式去购票 那所以他们就 有一个阶段性的结论 就是说长辈就是喜欢纸本 那长辈用纸本 那纸本 它吞吐量真的是有限嘛 所以就是排队 那并不是说长辈喜欢排队 而是说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是不会去使用感应 那但是他们当时的研究案 就停到这里 但是我们后来呢 就是运用就是标准的 就是数位转型的一个模式嘛 就是去进行一个流程改造 然后使用整个导向的设计 自己去体验观察 访谈等等 那后来呢 就搜集到了非常多有趣的意见 而且让大家就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之下 用工具单啊等等啊 跑一个服务设计的流程 但是在这里面呢 我就只讲一个 就是我们当时收出很多结论 因为现在都已经招标了嘛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讲 就是QR Code感应值要美化 这个是就是刚刚大家看一整串啊 只有这个大家完全不知道 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说访谈了那么多长辈之后 决定QR Code的感应值要美化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简单讲 就是我们的访谈发现说 很多长辈去故宫 他愿意排队 拿那个纸本的券 是因为他回去之后 要把那个纸本的票券 夹在他的日记里面 或者是说要在餐桌上面拿出来 跟家人分享 不然的话他好像没有去过故宫 那而且他脑里面对于故宫 有一个印象 就是是一个非常 就是尊绝不凡啦 的那样子的一个印象啊 那所以如果现在让他用QR Code入场 如果是他不给他一个凭证的话 他觉得好像空空的啊 他不会觉得一个画面截图 是他到过故宫的一个证明 那或者是说QR Code 他如果去过便利商店 是有那种感应值嘛 就是感热值啦 那这个感热值呢 他觉得配不上故宫的那个气氛 所以他是宁可不要去拿 他宁可去拿那个纸本的票 所以当我们访谈到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数位转型的流程就变得非常简单 就是说其实他不是不会用QR Code 其实只要会用LINE 就会用QR Code 那他用了QR Code进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个人化的 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票券的收据 但是这个收据呢 比本来那张票还要漂亮 可能用烫金的方式 把他的这个大名啊印在上面 或者是说呢 把他特别去看的那个主题馆的展览 的QR Code 也是烫金印在上面 然后呢 他之后呢 拿回家了 不但可以夹在日记本里面 而且还可以跟他的孙子孙女呢 这个分享 因为他们只要用手机一扫 那他所看到的这个故宫藏品 就跑到动物森友会里面了 那这样子就可以 就是长辈跟晚辈呢 就可以就是一个人去故宫 大家都可以回到动物森友会里面玩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会收出像这样子的一个 创造性的一个结论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不是只是停在数位化 就是无纸化的这个部分嘛 他不管是流程的优化 或者是流程的创新 他都愿意去面对面 去跟各种不同年龄层的朋友们一起讨论 那我觉得这个是 在我们各部会里面做得相当好的 那有23位朋友们问说 我看到台湾企业推动数位转型 最大的挑战可能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们自己在工部门里面 我们推动数位转型 在我2016年10月进政府的时候 最大的挑战就是 公共行政替代意 实在是太万能了 也就是说当工人智慧 这么好用的时候 但是没有导入人工智慧的那个诱因 然后每一次就是只要多出一些临时的业务啊什么之类的 其实就是强大的替代意就会把它做出来 所以他们也不一定要导入新的流程 新的设计新的系统等等 那不过好在呢 就是再过了就是一年多左右呢 公共行政替代意就退场了 所以各部会就再也没有公共行政替代意 而且这个不是只是行政员而已 包含是说像司法院 本来的就是院方跟检方 就是跟我们法务部啊 要做这个刑案的卷证交换的时候 他们只认纸本卷是正本 完全不接受扫描卷 扫描卷它是一个参考档案 不能叫做正本 所以就会变成说 这边明明是电子卷证 但是它必须印出来 用纸本交换过去 那因为那份才是正本 所以他们那边再加任何东西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送过去的时候 还要赶快把它借回 然后再扫一次 有的时候一本纸本卷呢 要扫个三次 那这样子的情况 在以前完全都是替代仪 或者是约品把它吸收掉 然后呢大家都不会觉得说 这有什么问题 那甚至还提了一个案子去说 我们可以买更高速的扫描机 那我当时看到说 这个要买更高速的扫描机 就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劲 然后就想说 到底是谁要用这些高速的扫描机 后来发现替代仪也要退场 他们突然间都不要 这些高速的扫描机了 因为就要政治人员自己去扫了 这个他们可能是就是不干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最大的挑战 反而是就是感觉上没有成本的人力 只要你把这个部分 这个equation这部分拿掉 他们之间忽然间就说 那政委可不可以出来主持一下会议 能不能够去证明说 我们透过电子捐赠交换 它加密演算法是安全无余 资安处赶快来做一些渗透测试 到最后真的就电子捐赠交换就成功了 从地方政府慢慢现在到最高院 都已经做电子捐赠交换 那当然就像刚刚讲的 不是只是优化呀 这个也可以做出创新 好比方律师啊 以后也可以不需要自己跑到那一台 就是电脑里面 它可以去透过VPN或什么方式 去进行这种交换等等 所以大概就是说 我们确保说就是 想都不用想就可以使用的万能的劳动力 这种东西越来越少的时候 其实数位转型自动就发生了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跟克服的方法 有时就会有朋友们问说 如何让比较上一号资深下一号的员工 能够接受数位转型 那这个这种问题就是匿名才问得出来 举手大概就比较少人会问这样子的问题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比较上一号资深下一号的员工 他有的时候并不是不接受数位转型 他是希望数位转型来配合他 不是他要转型来配合数位技术 那所以就像刚刚那个 故宫的那个票券案的那个例子一样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 如果没有去问这些长者的话 想必就会再次犯 之前故宫在那个事半案的那个问题 就是要求长者去改变他的生活行为 可是他要拿一个有纪念性的东西 夹到他的日记里面 是他觉得对他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要因为 只是你要省一些排队时间而改变呢 这个是毫无道理嘛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如果一开始的沟通足够的话 那就不会出现说好像他抗拒的这个情况 一开始沟通如果不足 就是说所谓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就是说你要改变他的习惯的时候 你一定要他的参与 那一开始如果是就是最吵的这些朋友 你邀请他进来厨房 不是说有糖吃了 一起炒糖吃了 口部的炒变成火部的炒 那就是像我当时就是在 刚刚有提到口罩实名制嘛 我们知道说在药局排队的这个题目 当时是很多长者是觉得排队要花很多的时间很不舒服 那当时我阿嬷就是现在已经快88岁了 那他们那个社区刚好就有一位洋奶奶 她是我阿嬷的一个年轻朋友 大概77岁左右 就从我阿嬷的角度来看是年轻朋友 从我看下不是 那这位洋奶奶就是在社区里面呢 她对于在药局排队是特别不舒服的 就是非常她是她的社区的KOL 实体的KOL 那所以呢当时呢 我们一接到这样子的想法 刚好我们就是正在规划在便利商店 那时候最一开始的案子呢 是运用大家都有的那个邮政金融卡 或者是其他的ATM等等 就是各位在发的那些卡片 那这些卡片呢 其实在现在比较先进的 就是有这个所谓banking 3.0等等的能力 的ATM里面 其实它都可以去做身份确认的使用 所以我们当时的最早的案子是说 你在便利商店里面大概都一定有ATM 你就插入你的金融卡或者信用卡 甚至说不定都可以 那你就直接在那边按一按 然后就付了52块钱 然后你就立刻就预定你的口罩了 那当时我请杨奶奶在试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我就说 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看 看这个你在药局觉得经验不好吗 这边总不用排队了吧 那但是呢 杨奶奶就告诉我说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他宁可会去药局排队 因为他一接近这个提款机呢 上面就看到说 小心啊 钱即将转出你的账户 请打165啊 专线啊什么之类的 就算荧幕上面这个 只显示52啊 52 他脑底就会补三四个零上去 觉得说所有的存款 可能就会被诈骗走 那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 在便利商店里面 他宁可去拿着现金 因为他身上如果只带52块 他最多就只会被拿走52块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在柜台用现金结账 对他来讲 这个跟药局是比较像的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反复的讨论之后 把它设计成跟药局完全一模一样 他就去便利商店 拿健保卡 翻到kiosk 也不用建入密码 因为他就算是建入健保卡的密码 他都觉得 好像是钱会被转走 那所以无论如何 就是没有 从他角度来看 只要不建入密码 钱就不会被转走 就是很有道理 所以他就不要建入密码 然后就出现一张缴费单 他那缴费单 直接去那个柜台 缴52块钱的硬币 他觉得心安理得 而且之后呢 他就真的成为KOL 去说服他的社区里面 其他的更年轻的朋友 可能65岁啊 66岁的朋友啊 也能够不要去药局排队 而采用我们口罩 实名制3.0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 你一开始如果让他们进入 设计规划的流程的话 最后设计出来的东西 虽然从我们的习惯 看起来有点奇怪 但是从我们的习惯 我们其实直接去用2.0 用健保快一通就可以了嘛 我们也犯不着 去就是在3.0强调说 一定要用ATM 好像对ATM有一个执念 也不是嘛 而是说去确保说 这些长辈们 他的那些经验啊 那些智慧啊 也能够进入 我们的设计的流程里面 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数位转型是 就是他有一份嘛 他有参加 所以事实上他在那个 就是草根的动员力 是很强的 只要让这些长辈 实际上他真的有参与的话 那他每一个都可以 再说服比他更晚辈 比他更晚辈的朋友 这样就可以一传十四传百 数位转型 他就会变成你的advocate 就是你的倡议者 有23位朋友们问说 大家都喜欢转别人 但是不喜欢被别人转 如何处理转型过程当中 组织冲突的一个问题 那简单来讲呢 就是你不要说 只是说转嘛 你要说轴转嘛 轴转呢 就是有一个轴 然后在那个主轴上面去转 那但是这个轴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的共同价值啊 我们在大部分数位 转型的过程里面 如果一开始 不去确立一个共同价值的话 那确实很容易就出现 不是对话 而是对决的那样子一个情况 不是这只狗狗 对不起 狗错了 走到总裁乱录 不是这只狗狗 那就是说很多时候 当就是这个轴不确定 而是就是双方都觉得说 好比说经济价值 觉得说它很重要 环境价值应该绕着它转 环境价值当然觉得是我比较重要 经济价值应该要绕着我转 应该是循环经济才对啊 那或者是说这个科学的创新嘛 科技创新 觉得说我是破坏式的创新 社会的公平正义等等 是涓低下来就好 那但是当然这个社会的 公平正义这边当然会觉得说 公平才是真的 人权才是真的 那创新应该是要绕着社会来转等等 那我们常在政府里面呢 就是这个绳结了 每一个大概就是一个部会 那然后中间就是我们的常任文官 要吸收全部的压力 而且还不能断掉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所谓确立主轴的做法 就跟这个不一样 而是说我们就问两个很简单的问题嘛 就是说大家有这个不同的立场很好 那但是有没有共同的价值 然后如果有共同价值的话 我们能不能透过一些创新 然后来实践这些共同价值 我举例 特别像说在2015年的时候 当时就是有一个叫做Uber X 的这样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服务 出现在了台湾 本来Uber它都是跟有职业驾照的朋友合作嘛 但是当时他们就开始跟没有职业驾照的朋友合作 然后主张说 没有啦 它只是上班下班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就是稍微共乘一下而已啦 那但是实际上数据就告诉我们说 他们平均起来每天可能每一位这种业余的 这个Uber X的合作伙伴都这个共成了十几个陌生人哦 这样子到底算不算共成呢 实在是非常有疑问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当时就是有一个好像二元对立的这个情况嘛 一边是说这个新创本来就是破坏式创新啦 这个我们守旧啊什么 那另外一方面继承车司机是觉得说 我们就要遵守所有这样子的规则 怎么忽然这间市场就被破坏了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零和的一件事情 后来我们就透过一个assistive intelligence 一个辅助式的智能的一个工具叫做polis 去问所有人对于这件事情 Uber X到底有什么看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边就是我当时的social media上面的亲朋好友 他是三落各处 所以第一个他就不会有一个 好像每个人的立场不同 会把不同立场的人打成这个妖魔鬼怪这个问题 他事实上每个都是我的亲朋好友 只是我们当时还没有聊过Uber这个题目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 像刚刚讲到这些事实性的部分先去确认 确认之后呢 我们就花了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的时间去问大家 到底对这件事情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感受是没有好或坏的 对于同一件事实 你可能觉得很开心 他可能觉得很难过 但是这个并没有什么好坏可言 但是慢慢我们就会发现说 大家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想法开始出现 共同的价值开始出现 那最后不管是纳税纳保纳管等等 这些共同的想法 其实是所有人都同意的 后来我们就拿来去跟Uber谈判 然后最后变成我们现在的多元计程车 那Uber现在也已经落地了 是Qtaxi已经是一个落地的一个车队 所以当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每一个人有一个想法 好像我当时的想法是说 不管到最后是怎么样子的法村的状况 坐在后座的那一个人 必须都要能够投跑意外险 因为其实他是无辜的 就是如果发生事情 然后又不能够理配他 好像简直是没有道理 那如果你同意这个想法的话 那你就按同意 那你的这个Avatar就往我移动一点点 你如果不同意这个想法 你就按不同意 那你的Avatar就往这个 应该是TonyQ 往景宏移动一点点 Anyway 总是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前提里面 你每次回答一个之后 这边就会再冒出另外一个别人的想法 你回答了几次之后 你就移到跟你想法差不多的同温层里面去 但是你也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想法 然后让其他人来投票 但是这里面没有的是什么 没有回应这个按钮 也就是说我们在脸书 大家常常按reply这个按钮 那就是都是专门打脸 都不打输 意思就是说 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人身攻击 这种公共议题 都在做人身攻击 其实很少去真正的好好做一个论点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pro social media 不是anti social media 所以其实就吵不起来 那所以每一次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polis的讨论 不管向山致敬 向海致敬 跟AIT的数位对话 防疫松等等 到最后形状都长这样 就是说我们本来以为是非常针锋相对的 其实可能就那么五个想法 但是在任何一个议题上面 绝大部分人对绝大部分的话题 有一样的价值 所以当你确立了共同价值之后 回来这边就没有什么组织冲突问题了 不管是交通部 财政部或者是经济部 一旦看到大家对这件事情 共同价值之后 他们就可以一起去 就是横向的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一开始 其实这三个部会对UberX这个案子的价值 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样子 就是说那我们开门造居嘛 外面的人的想法 你行你来嘛 这样子 其实内部这三个呢 就是有一种零和的感觉 其实是难以调节的 所以当时就是运用了外部的这种 我们叫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众人的智慧 但是呢就是让大家彼此之间 互相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所以你也不需要靠一个版主 或者一个小编 来那边就是燃烧它的杆 去确保这个有品质的讨论 它可以自动收到有品质的讨论 大概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法 来处理组织冲突的问题 有二十位朋友们会问说 如果像唐凤一样 讲话快又可以没有贼词 是不是有经过什么训练 谢谢 其实不是完全没有贼词 我还是有一些贼词 如果你用心听的话 只是说因为我讲这些贼词的时候 我的语速会特别加快 所以可能你就是还在 就是想我的逗号前面的那件事情 所以我不管在逗号的时候换气 或者在逗号前后加一些贼词 其实都感觉不到 因为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在语调上面去强调它 那有没有什么训练 其实没有什么训练 就是平均一天演讲个一次 那所以就是我当政委多久 就接受了多久的这样子一个训练 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我要了解大家现在正在关心的题目 还不要出位转型等等 其实我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只是去面对面的 然后看大家想要讨论什么 然后以及透过按赞的方式 让我知道说只是在场的大部分的朋友想要听的 那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的思路就是有回答不出来的地方 我也没有什么面子问题 我就当场说我回答不出来 好比像说我记得大概两年多前 我去矽谷有字演讲的时候 有人问我说 AI在台湾有没有什么国家型的战略 台湾这个AI发展到底怎么样 那我就当场就答不出来 然后我就说那我答不出来 我有一个标准的动作 就是去问Google 然后我就去这个输入AI台湾 好那但是呢 当时还没有前面的这几个网站 所以呢人工智慧学校当时也还没有开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些就是地方政府啊 学会啊这个新闻啊 没有什么帮助 之后我就被问倒了 那问倒之后我就大方承认说 真的目前没有耶 那我回去之后呢 让我去跟这个科技汇报的朋友讨论一下 那后来也在这个吴正宗老师的这个协助之下 后来我们就弄了这样子一个网站 叫做ai.taiwan.gov.tw 他保证是排到第一位 那前面的其实是要付钱才有的 不付钱的保证是排到第一位 那所以你只要找ai.taiwan这个无论如何 就是跑在第一个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这套真的很有用 每次我被问倒的时候 我只要回去问这个各部会的朋友说 我们能不能来做一个一站十的这种 就是网站 去确保说 这个各个部会还是更新他们自己的网站没有错 但是呢我们就在一个 就是不得罪任何人的网址 ai.taiwan.gov.tw 他既没有说这是科技部的 也没有说这是经济部的 既没有说它是中央的 也没有说这是地方的 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公用的一个网站 然后把这个是共同的愿景嘛 把它是个上载到上面 所以到后来就是别的 就是5加2产业创新的这些方案 也就有样学样 所以如果现在大家要知道生意方案 那就是bio.taiwan.gov.tw 民生公共物联网就是ci.taiwan 社会创新就是si.taiwan等等 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确保说我每次被问到的时候 我就回去去更新那个常见问题集 常见问题集就是我们的什么点gov.tw 大概就是透过这种迭代式的训练 应该因为各位有这个提出实际的问题 所以应该算supervised learning 在supervised learning的情况之下 不断去就是让我的回答可以更有条例 有24位朋友们问说 如何让一群相对保守的决策者 接受数位化以及创新 它背后的这个尝试错误的这个成本 非常好的问题 简单来讲就是说 你要证明给他们看说 就是你如果不创新的话 你会有很大的损失 那这个损失呢 最大的损失对于很多的决策者来讲 就是它irrelevant 就是别人就不会再花心思 在他们所关心的那个价值身上 那举例来讲 好比像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我们都知道是有投票嘛 那投票就是可能每个人 每四年或者每两年上载 大概三个委员组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包含这个分区不分区啊等等 大概24个bit最多了啦 的这样子一个资料 然后到这个我们的决策里面 那但是呢这个频宽是非常非常不足的 而且以国家这个或政府实际影响我们的程度来看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对称的 这有点像是说你装了一条光线下载有100Mai 但是上传是3K 这样就很奇怪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民主的频宽应该更加加强 那我们要怎么样说服说这些决策者说 那我们就是要透过像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啊 刚刚讲B台湾啊Police啊这种方式 去接受这个数位化创新里面 它真的可能是会就是让很多人在上面 一分天鹰的就是有上万人联署啊 上千人联署啊 好比方说我们今天才有一个八千多人联署达标 我们正在讨论的啊 说这个十二年国教课纲的学习履历啊 真的是浪费大家时间啊 应该要废除啊等等啊 就是这种感觉上就是会爆炸的题目嘛 或者像2017年5月的时候就有人直接联署 说这个暴血软体难用到爆炸 底下一整片财政部长下台啊等等 就是说本来就是确实会可能就是 有种爆炸的感觉 但是你要把它跟我们没有这种平台的情况 这个AB testing嘛 你要告诉他说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那会怎么样 这个压力会怎么样呢 立法院会被占领啊 那所以就是我们在2014年3月的时候 有demo过嘛 就是说如果关乎到大家的事情 你没有实质的讨论 那结果就是说我们自己跑去戴衣室的 就是工作环境 因为他们罢工嘛 那我们就自己接手嘛 来讨论他们本来要讨论那件事情 那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永远要有一个outside game 那不管你是在做内部创业 就是说那竞争者都已经做了 你如果这边不转型的话 那就irrelevant 对于20岁或以下的朋友来讲 他想到这个服务的时候再也想不到你 那这个是一个mind share嘛 那或者像刚刚所讲的就是说 那这些就是反对的 或甚至不是反对 他只是想要批评的力量 你如果没有邀他进来厨房炒糖吃的话 他直接占领厨房 厨房就起火燃烧了 那就是无论如何要一个outside game 没有一个outside game之后 其实这个压力从他角度来看 那就是从不可控的那么高的 无限大的风险到你透过创新 那你尝试错误至少是一个有限的风险嘛 从无限大的风险到有限的风险 大部分角色者都会去选择这个有限的风险 所以我们就透过不断一次一次的去证明说 那这样子总是不会翻桌 你在线上5000个朋友 实际上面即使他说爆水软件 能用到爆炸 我们只要说那里行你来啊 我们一起来设计爆水软件 那到最后不但没有爆炸 而且他都觉得很开心 就是好像盖座庙嘛 上面有就是石头上刻很多人的名字 每个人都觉得说爆水软件是我做的 那这样子就是他就会一转石川败 让我们数位服务的经验变得更好 大概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有了一些朋友们说 在数位化过程中留给人们非数位的选项 然而新式身份证却不提供这种选项 如果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想要维持使用值本身份证应该怎么做 事实上新式身份证有提供这个选项 你如果到Join平台 然后去找这个那个身份证影像建党办法 目前正在预告中了 其实它里面有两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个是说 如果它在卡面上面 就可以识别这个人的身份的话 那它不得在任何情况下 不管公务会费公务器官 不得强迫去读取那个晶片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不管什么原因 那个晶片读取失效的话 那这张卡呢 不丧失它作为身份证的这个效力 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晶片的这个读取 是靠后面的那个机读码 就是有点像 大家如果有护照的话 就是有两排那个机器读取码 就是背面的条码 那所以呢 其实如果你拿到 这个你的新的数学身份识别证 我们明年开始会小规模试办 如果你拿到 那你就可以去用一个不透明的胶带 然后去把后面的这个机读码贴上去 那贴上去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去感应读取你的身份证了 因为这个它必须要靠那个机读码 或者你如果真的就是 怎么样都不想要被晶片读取 那因为胶带还可以撕掉 你就可以去用奇异笔 去把那个机读码把它涂上 然后呢 你要是就是再狠一点 你把那个晶片也涂上 那无论如何 我不知道微波露会不会有这个不良的作用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 因为它的内政部的那个法规 就已经很明白说 你如果去拿这个 然后完全用光学的方式去辨识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新版跟旧版身份证最大的差别 就是你在旧版身份证有所谓背面影本的这种概念 那这个概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奇怪 也非常非常在个子上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的身份证它的正面是你的个子 它的背面是别人的个子啊 就是你的双亲的名字啊 或者是配偶的名字啊 或者是跟你一起住的人的户籍地址啊 全部都写在身份证的背面啊 那所以别人要你的身份证背面影本的时候 它不是只是你的那个读取码条码啊 什么都这个扫描过去了 甚至包含别人的个子也一起扫描过去了 这个荒谬的程度就好像有人要跟你 要你的信用卡的背面影本一样 你怎么可能给它呢 信用卡后面那三码你给它之后它就随便刷卡了 所以简单来讲我是希望说在新的身份证里面 首先就算你完全不用晶片的部分 你把它当作纯纸本用 它上面也不会去泄露到别人的个子 因为它背面干脆就没有什么资料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本来在上面说 那你可以透过就是晶片感应啊 去快速的去读取 事实上它读取的资料也没有多过 本来的旧版身份证在光学上面的资料 但是如果你就是想要用纸本的话 那就用纸本相当于户籍藤本 或者说你就只用正面的那个资讯 你把背面全部都涂掉 那然后拒绝大家用晶片的方式去读 那按照目前就是内城部的这个法规 预告中的这个法规 第一个你没有什么就是犯罪的问题 而且也没有别人可以强迫 你把你的身份人去用晶片的方式来阅读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有提供这种选项 那本来是就是像户籍地啊 什么配偶姓名啊 父母姓名啊等等 那在光学上面没有 那你以后也可以把它印成一个像 就是户籍藤本一样的一张A4纸 而且你可以挑你要用的那个栏位 还不像一只字 去办这个手续 你只需要户籍地址 那你就只印户籍地址 跟着你的身份证的光学的证本 一起给出去 它必须要是当作有效力的 如果没有效力的话 那就是它的问题 你可以直接去说你违反内政部的法令 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28位朋友们想问说 请问政府机构的open data平台 未来有机会开发给银行以外的 其他金融的产业应用吗 我们的open data平台 就是data.gov.tw 这个其实并没有去挑 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使用者 那在这上面的基本上都是抛弃掉 绝大部分的著作财产权 只留下显明权 就是所谓的creative commerce attribution 就是说你只要付出处 那随便你拿去怎么样子用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但是当然就是这个朋友 他想问的 说不定不是我们的open data平台 而是我们的新的数据身份识别证 它如果是要能够去读取 像刚刚讲加密区域等等资料 却是我们目前就是说 需要你通过资安的这个认证的标准 好比像说医疗院所或者是金融机构 它的强度差不多就相当于 内政部自己的这个强度的朋友 才能够来接取使用 那未来要怎么样子再进一步开放呢 我觉得这个首先就要有一个 公正超然独立 可以做出判断的 能够抵挡社会压力的 这样子一个监理机关 那这样子一个监理机关 我们就是现在都是俗称各资会 但最后它是不是叫各资保护会 其实很难讲 说不定有人会把隐私 有人会把很多别的东西加上去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会在年底之前 会提出包含数学专责机关 以及刚刚讲的这个独立的各资会 等等的组织法的草案 那就是请立法院能够审议 那如果未来就是有这个 类似于运安会的这样子一个独立机关 它来判断说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继续去做分享 说不定不是用真实的资料 而是如果你要做研究的话 你是可以用合成资料 现在的合成资料 因为有这个GAN的技术 就是对抗师的生成网络技术的关系 所以其实它的可用性 比以前好非常多 比以前什么可以匿名识别化的时候 好很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说不定就可以去分级了 那又或者是像说 好比像说像我们的健康存折 除了金融资料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常常会被邀请 就是分享的就是医疗相关的资料 那当然我们目前的做法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愿意的话 那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MyData这个平台 那或者是在健保快一通 等等这些地方 你自己取得这样子的自己的资料之后 你就可以透过OAuth等等的方式去 就是授权第三方的服务 去进行价值的运用 那我自己呢也在 就是推特上面的网友的启发之下 写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选择权 换匿名权的这个应用 就在TaiwanCanHelp的Auth上面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应用已经有 735937个人使用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健保快一通里面的 俗称口罩使命制4.0的这个 护台湾驻世界的这个方案 你就要在健保快一通里面 点一下健康存折 点一下响应人道援助 那你就会揭露到OpenData去 你的名字如果你愿意的话 不然你也可以匿名 以及就是你有多少的口罩的配额 你看很多人是存到138号按一次 这个很厉害 对然后或者108号等等 那当时我因为就是在测试这个功能 所以我当时就是希望他们能够 就是用这个姓名做搜寻 然后还可以在社群网站上面分享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唐凤 这个捐了36片口罩到国籍上面 就是选择权换显明权 但是我自己其实只有6片了 其他18片是唐凤瓶吗 唐凤铭吗 唐凤铭吗 唐凤仙吗 等等 就是名字里面有唐凤的人 加起来36片 对所以这个就是无形之中 就把这个个人的异举 变成一个很有趣很有传播力 这个好像就是一传十十传版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让大家了解到说 其实在健康存储 不是只是看自己的资料而已 你也可以去进行某种程度的分享 那这种分享对隐私并没有什么侵害 那但是你可以选择权换显明权 就是让我们实际送到各国的这些 口罩上面有一个QR Code 那就是说多少的不是这个外交部送的 而是这个台湾人民这个自己送的 那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应用 所以未来大概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说让MyData这个借鉴跟授权 变得更加容易 那二方面就是说去 希望在各自会的这个保佑之下 去研发各种新的 在不损失资料可用性的情况下 也可以兼顾到隐私的各种方法 像Zero Knowledge等等的这些方法 现在都是还在区块链圈是很红的 那这些方法其实在链圈可以用 其实我们在自己的就是健康存储等等 也可以用 只是说中间需要有一个超然独立的单位来说 确实这样子是没有任何 Privacy Budget上面的一个问题 绝对不会就是侵犯到大家的隐私 那有26位朋友们问说 会不会有糖粉的拍照时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你们本来有留时间吗 看我 看我的时间 是这样子 OK 那我们是不是就现在吗 对不对 表定是 现在要进入糖粉拍照时间 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概念是怎么样 是OK吗 好 我们随时都可以 就正好的时间 好啊 那所以我们这个回答就到这边了 既然有26个人按赞 表示至少26个人要拍照嘛 我在脑里稍微算一下26个人要拍照时间 就知道我们没有留什么buffer时间 所以我们就先跟线上的朋友说 说拜拜 然后现场的朋友 我待会就是不是人行立牌 我就站着不动了 然后看大家要怎么样子拍照 是不是 好 我们就这样处理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